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用昨天的白宝箱做的一个车 看到吗 这车怎么做的呢 首先呢 下面这一块木头 我们先给它削好 然后这边地方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中间就两边钻一个孔 然后装轮子 然后上面怎么搞呢 上面就是因为我们的木口 木头不够大 我们就会我们拿一些新的木头 然后锯到合适的形状 然后三个木头拼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它是不整齐的很丑的 我就用彩泥给它粘上去 然后这样子 你看这两边还有个后视镜 这两边有一个 这边轮子给它做了个装饰 然后这里有个车牌号 然后这里 这个就是说一个雪糕车 这两边窗户 然后我们最后呢 就去试车的时候 把它往下 斜着往下骑的时候 我们这个中间 它就斜着突然到平地 它又动不了 我们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 我们就想了个办法 把这下面给打磨 我们发现 这下面当时一个方的 相当于一个刹车 来给打磨成这样子 然后它下坡 斜坡就是很顺 对 对 很顺